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好,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Dolly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瑞典的租房事情 你知道,如果你要搬来瑞典的话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是需要找到一套自己的小公寓 但是瑞典就是个租房很难 然后一房难求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在斯德格尔摩哥德宝和马尔摩这些城市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套一手的公寓 你可能需要在租房网站上排队5-10年的时间 然后我也听说很多的瑞典父母 他们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在成年的时候可以搬出去独立居住 所以他们就会在孩子小的时候 比如说14-15岁 就帮他们在租房网站上开始申请排队 然后等到5年或者10年之后 他们18岁或者23岁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拿到这套房子 就可以顺利的入住了 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一些网站 然后你可能可以找到自己的小公寓 首先第一点 就是如果你被大学录取了 一般大学都会向国际学生提供住宿 租金大概是每个月2500块钱到6000克 取决于你在的城市和你的房型 你可能会有独立卫浴和厨房 你也可能需要适业厨房和卫浴 但记得有一点是 在这些在学校的租房网站上 它是按照先到先得的要求 也就是说你先要注册之后 谁先注册了 谁可以或者谁先申请了 谁排队的时间长 谁可以得到这个公寓 很多大学呢都会有一些Union 然后这些Union会有自己的一些房子出租 所以说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找不到房子 你可以联系这些Union 当然了前提是你必须是Union的会员 所以说你可以向你的当地的学生组织 咨询一下 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出租信息 然后可以帮你找到房子 第二个就是私有的房屋租赁 比如说先说一个网站Blockit 瑞典大多数房源呢都是来的因为Blockit 所有的房东都会在Blockit上面 Po出自己的房子的详细信息 然后呢你需要直接联系房东说 啊你对他的这套房子感兴趣 但你也知道房东可能每天会收到 10条20多条消息 所以在Blockit上面的回复率还是很低的 接下来呢还有个网站我很推荐 叫Ballput 这个网站呢是内向社会的租房网站 它覆盖了瑞典的大多数城市 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它要求你有工资 也就是说你的税前收入呢必须是房租的2-3倍 所以说对于学生来说可能不是很可行 当然了如果你有奖学金或者是你是有工资的PhD的话 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主意 然后呢你需要每年支付大概300克朗的 呃会费 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房子 当然它也是看谁排的时间长 谁的积分比较多 然后房子就归谁 但在这个网站上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或者如果你是未满25岁的话 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特殊的房型 然后这些的话符合条件的人比较少 所以你就可以尝试看一下 编辑好的话可能一两个月就可以拿到一套小公寓了 最后一点是Facebook 每一个大城市呢都会有Facebook的租房群 但你知道这边可能是舆论混杂 然后很多房屋信息都是假的 所以你在Facebook上联系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去看房子 然后跟房东全部确认好之后再付订金或者是租金 就是反正在Facebook上你就是要很小心就对了 然后最后呢我还会分享一些租房网站 我会发送在我的微博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看哦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哦 下次再见拜拜